大家好,今天是1月1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卓卓卡安 这几天呢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也就是人生中第一次接到了删帖电话 多了我就不说了 有兴趣的观众可以看一看我的推特 总之呢有了一些不一样的视角和感受 后续的效应暂时未知 但是对很多的言论来有了更多的理解 对很多的事情呢看法也许更全面 这个也许在以后的几期节目中会有反应 今天呢先来说说中美贸易谈判 这期本来是在经济冷战那期的后面的 但是当时很快就有别的热点 孟晚舟事件横空出世 然后就变成抓加拿大人 就没来得及说 不过现在也不迟 刚刚1月8号1月9号 美中贸易代表又进行了谈判 谈判刚完有了更多的内容 刚好结合这个谈一谈 1月6号由美国副贸易代表 Jeffrey率领的美国谈判团 抵达北京 7号8号双方正式谈判 就落实两回元首阿根廷会晤 进行建设性讨论 距离上次会晤是一个月零几天 上次G20阿根廷川习会晤之前 特朗普就发出爆炸性言论 他当时周一接受华尔街日报 是访问表示 说几乎不可能延后 或者暂缓提高关税 意味着就是2019年1月1号 要对2000亿中国商品关税上调 川普还说他对就是当时12月份 之前的贸易战精神很满意 美国只用了小部分弹药 他还可以对总值2670亿的 中国其他数美商品征税 而且还有提高关税水平的空间 川普呢一向自取是谈判天才 他不可能把底牌亮出 他在12月3号峰会前几天 这种强硬表态很可能是一枚烟雾弹 争取在谈判桌上有更多的优势 川普说话的第二天 美国国家经济顾问库德罗 又继续用言语向北京施压 指美国对中国的贸易立场非常失望 他说我非常失望 总统肯定也很失望 因此呢周六 也就是12月3号的晚餐会 是一个展开新的一页 缔造突破的机会 习主席要加紧行动了 同时他还说 华福和北京在知识产权 迫让技术转上方面 仍然存在分歧 峰会前呢 他们这种泼冷水呢 其实也是一种强占先机的姿态 不过呢 这些美国人的说话呢 用意也太明显了 也体现出非常可爱的一面 然后在谈判当晚 就抓捕了孟晚舟 可以说是又强占了一个先机 这一招险棋呢 不知道是川普后面的什么人出的主意 中国那边按照原计划 展露出独特的风格 比如说习近平一个人 45分钟的真诚独白 他既是掌握这个谈判的主动权 又显得很有善意 又显得非常的可爱 G20川习会晤后 就达成了90天期限的暂缓提高关税期 结果没过两天 孟晚舟事件就成了热点 再之后就是连续抓捕加拿大人 其实也是贸易战 开始新一轮交手的一个延续 这一波高潮呢 到元旦的时候川西通话 高调宣布有好消息 按照川普的风格呢 其实这个话一半一半吧 一半是为了拯救美国股市 让美国经济高歌猛进的姿势 不要停止 另外一半呢 也不是空穴来风 很可能中国这方面 暗时要进行重大妥协 至于中方的消息呢 中国国内官媒是报道 1月7号到9号 双方进行腹部级磋商 积极落实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就两国共同能关心的问题 进行了广泛深入细致交流 增强了相互了解 为解决彼此关切 奠定了基础 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 外交部发言人陆康 在1月9号的例行会上就表示 正式结果很快就会出来 请大家稍安勿躁 等待正式消息的发布 相信是一个好的结果 对中美双方都有利 对世界也有利 路透社还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表示 来北京的贸易代表团 经历了不错的几天 全球金融市场对此就做出反应 很多股市开始上扬 因为据路透社报道 这次会谈延长到第三天 比原来的要长 比原来的计划长 又说明双方有的谈 谈得很深入 并且想达成协议 所以外界由此有一股乐观情绪 就是全球两大经济体 避免全面冲突 亚洲股市首先上扬 欧洲股市也上扬 接着是华尔街股市 中国股市1月9号收高 互升300 上涨了1% 上涨的宗旨呢 其实也没涨多少 涨到了0.7% 但是摩根资产管理公司亚太首席策略师许长泰就对股市的乐观表示 尽管他们并不认为中美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够达成彻底解决方案 这也是摩根的官方意见 他们比较的不乐观 但是他说在这过程中任何微小进展都会受到投资的欢迎 也就是说会在股市上有所反应 那么美国农业部负责海外农业的这个麦金尼在代表团下榻酒店 他也说我认为进展不错 对于我们来说是不错的 他没有进一步阐述 但其实中国在谈判之前答应了美国进口80万吨 150万吨大豆的消息 还有其他转型农产品 他当然是觉得不错的 这也是中国做出的姿态 所以川普在1月8号发推文 所以与中国的谈判进展顺利 那么双方好像都释放出一些乐观的信息 而且谈判时间也超出原定计划 显示双方有决心达成协议 但是虽然谈判双方在1月8号到1月9号一直谈到深夜 但直到9号的凌晨也没有准确消息发布 所以美国这边的传媒就每隔一小时就发出 中美谈判还在继续人物取得进展的消息 这也从侧面说明 虽然时间久 虽然想达成协议 但是过程很难 而这一过程中一个插曲 也给人带来一些意外的乐观情绪 就是中国副总理刘鹤 意外现身这个副部级的 所谓层级不太高的这样一个谈判 另外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也在磋商当天开始反华 都引起了外界的极大兴趣 香港南华早报就分析了本次谈判的级别为副部长 刘鹤现身意味着中方释出善意 他表示中国高度重视这次谈判 刘鹤出现了意味着善意 同时也意味着中方想达成协议 但是前几次无论是习近平本人 刘鹤李克强还是王岐山都曾经释放出善意 紫禁城的大规模招待平平的访美 四十五分钟独白 又是军乐队唱歌跳舞 李克强王岐山轮番说要彻底开放 除了李克强说的是真的 其他人真的不知道 他们态度都特别完美 排场都做得非常的极致 但是立场却也很坚定 几乎没有达成什么实质性的协议 另外金正恩的访华也带有很非常明显的威胁的意味 金正恩已经是连续四次访华 这次访华显然依然是满载而归 这个时间访华当然是给贸易战施压 如果你不做一定的妥协 那么三胖的核武器就将继续 此次贸易战不管结果如何呢 如果一是能够教会中国公平形势 第二是如果能够教会中国言出必行 而不是说一套做一道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好话说尽行为照旧 这种浑水摸鱼的形式风格呢 也算是一大成就了 那么究竟能不能达成协议呢 1月7号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在接受CNBC专访就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能双方会达成一个美国能接受 中国也能接受的合理方案 意思也就是双方各退一步 目前最容易的就是中国扩大对美国的商品进口 进口更多的大豆和能源 其实这个也是很多的分析人士能想到的 中国能够实施能够贯彻执行的也就是拿钱买个平安 多买一点东西 如果其实买这些东西对中国也有利 不买中国的大豆物价就要上涨 不买中国的不买美国的猪肉 那么中国的猪瘟可能就还将继续扩散 不买美国的能源 就是美国能源是很便宜的 所以罗斯就还说呢 此次比较困难的部分还是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 以及最关键的 一旦协议达成有什么机制来确保落实 同样的话呢 也出自商务部 中国商务部的口 比如商务部研究员霍建国 八日的环球时报记者说 如果美方真的觉得双方谈的不错 那达成协议后就应该恪守承诺 避免再出现反复的状况 他这句话呢 好像也是对对方不能够落实协议表示担心 不过有中国的研究员说出来 就显得格外的讽刺啊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 双方似乎都有意各退一步 但为什么他们都急于达成这个协议呢 首先彭博新闻引述啊 白宫内部人事消息 说川普有意提前终结贸易战 达成个协议 首先是因为美国股市在年初持续下跌 这个时候如果贸易战的加深的话 可能会遏制住 美国经济复苏的势头 或者是加快美国的经济衰退的到来 所以美国呢也不可能 永远就不受贸易战的拖累 对美国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虽然对中国的影响 要远远大于对美国的影响 另外还有很多分析人士 就像我新年那期节目说的 2019年美国的经济增长将会放缓 这是一个经济周期的作用 因为之前涨得太猛了 它必然要一段回落的时期 特别是像不仅是股市 像苹果公司也下调营收预期 股价下跌了40% 当然这个原因呢 苹果并没有太受贸易战关税的影响 但是还是因为中国经济的下行 和贸易战带来的间接抵制 苹果的这么一种市场隐性情绪 大家可以在中国所有的新闻APP上 自从去年贸易战开始以后 对苹果的描述 基本上就是98%以上都是负面的 一会儿讽刺价格 一会儿讽刺功能 一会儿又是这个bug 那个bug 总之就是在宣传上 已经是做足了文章 所以害得苹果手机销量大减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7号的时候还表示 迫切的贸易议题最容易解决 也就是进口什么商品 进口多少商品的问题 但是涉及到知识产权 市场准入 执法问题和结构性改革 就比较具有挑战性 同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表示 希望我们能够在那些中国行为 不符合我们预期的领域取得进展 那么另一方面 王岐山在中美建交40周年晚会上说 中美合作依然是最佳道路 但是中国会继续坚持自己的路 翻译一下 也就是说中国也就是这样了 中国的路是不可能改变的 你们唯一的选择就是不要惹我 这样我们可以保持和平 就跟习近平说的该改的改 不该改的不改 是完全一个道理 这次9号谈判结束 那么双方的信号也非常的不一般 中国说是圆满结束了 此次会谈 为下一步商讨打下坚实基础 美国呢 似乎表达出来是感觉又被耍了 因为美国代表团说 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可核查的协议 甚至在支持产权 强制技术转让和网络攻击方面 都没有达成协议 美国人一再强调 他们并不只期盼中国多买一些美国货 他们期望是中国经济进行一个结构性改革 那么什么是结构性改革 为什么结构性改革就这么难呢 结构性改革一句话吗 还是继致的问题 而且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是高度一致性 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在说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时候 先把政治放在一边 中国的经济结构 或者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简单说就是国家资本主义 如果再用几个词描述 就是意愿化的发展 统一式的发展 以一个整体单位与外界打交道 就是所谓捏成一个拳头 一个领袖 一个国家 这首先是一种弱者姿态 是一种靠人数弥补质量不足的姿态 这在一个极贫极弱经历过战争年代的 有这种历史记忆的国家也很正常 这种模式对国家的大一统有很高的要求 所以从这点出发也可以更好的理解中国政府眼中的台湾问题 这种发展模式下不仅是地越大越好 人越多越好 而且是行为要一致 说话言行都要一致 所谓百代皆行情政治 这种模式就是从大清帝国开始奠定的 所谓疲民若民也好 总之一句话总结 就是它是一种以人为代价 以人为工具的发展模式 而不是一种以人为目的的发展模式 或者说以人为目的 仅仅是它的次要的一个目标 也就是我以前节目提到过 食人以模式 因为当时我们在小学的时候 地理科长老师说过的这个故事给我印象太深了 就是非洲丛林的一群食人以红色的通体通红 逢山开路 御水抱团 牺牲外围的一层保护核心 直接飘过河流 如果他们在丛林里滚过就是寸草不生 任何动物他们碾过就只剩一堆白骨 当然现在知道也没有那么玄乎 而且这个比喻稍微夸张了一点 但是很形象 中国就是这种食人以模式 靠人数靠牺牲 西方也是夸张一点 就是狮群模式 狮子又高贵 个体能力极强 同时又有群体 又可以结成同盟 那么在以前的小学故事里 任何世界上的任何动物都不是食人以的对手 只要他沾到任何一个动物 那么几分钟过后就只剩一对白骨 当然这种大一统国家资本主义 以团结一致为根本前提的发展模式 是有很明显的缺陷的 第一个就是无畏损失非常多 无畏损失呢是个经济学当概念 但是我们这里就借来比喻一下这种模式的后果 也就是如果你是以公司对公司 个人对个人的交流 那么双方可以取长补短 两个国家之间可以以一种自由市场经济 有的领域你可以交换 有的领域不交换 那么所有的人得到了最大的总和的效用 但是如果你以两个国家为整体 那么以边界为长城 互相隔开 即使想做交易能够互利互惠的那部分人 他也得不到自己想要的 这种就是所谓的效率损失 打个比方就是两个拳头在这儿怼着 那么会有很多的缝隙 但是如果你是手指交叉的话 对吧 大家都是互补结合的非常的紧密 损失就比较小 那么第二个缺陷呢 就是这种以靠人数追求大靠规模取胜 他有一种扩张倾向 而且追求所谓的统一和一致 其实也就是没有办法追求精致和多元 过度依赖粗放性的发展就没有办法去提高效率 第三高度强调团结一致就必然是扼杀自由扼杀多样性 没有办法处理多元化的主张 也就是造成一是效率低下 第二造成无穷的矛盾 而且这种扼杀自由也没有办法激发活力 也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创新 这个人数多地盘大的这样一个团体 可能永远就在一种低层次发展中打转转 过得非常的艰苦 甚至如果维持的不好会引发崩溃 比如说秦朝 它是可以说是秦朝模式的第一代 那么很快就崩溃了 这种靠数量取胜 靠艰苦努力 但是却永远在低层次打转 也可以描绘中国的这2000年的发展模式 也可以称它为一个 我称它为秦朝模式陷阱 它与那种自由竞争民主之上自由的团结 其实也是马克思口中的自由人联合体的模式相比 在目前人类的最高发展水平上是高下立线的 就像传说中虽然都是食人以赢 但是现实当中食人以远远没有那么厉害 而且食人以碰到狮子的机会很少 而且狮子战胜食人以的方法也很多 最不记得是狮子可以立刻跑开 实际是永远没有办法追上 但是这种模式在中低水平上 就是国民素质或者文化 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国家和时期 可能还起到一定的作用 比如说韩国、日本、台湾还有新加坡 都是在发展早期政府大力干预企业 设立国家主权基金 对外收购技术 给中典企业无限的贷款 打造超级的集团 就像这两天在纽约有个中国组织的中国预测2019的会议 会上林义夫什么国际金融总公司的经理都来发言 中国国际金融总经理黄海舟就说 国家干预是有效的 经过30年的经验 说明这种模式还都 一是有效 二是特别适合中国 但是即使是国家干预 中国跟别的像上面说的亚洲四小龙那些地方有一个根本区别 就是他们是以真正的法治自由市场经济为根基 在那个基础上国家干预扶持弥补市场失灵 但根本还是企业以客观的市场规律为导向 但中国这边不一样 中国是一种类似全面控制 以主观意志和意识形态那套价值观为主 或者说在那些市场经济国家 国家对企业更像一个服务员 或者是一个助理 或者是一个伙伴 但是在中国国家就是企业的老板 不管什么性质的企业 予取予舍最终决定权都在政府 也就是马云所说的 他自己没有一分钱 全都给国家 全都是政府的 当然关于国家干预扶持对企业的发展效用 这也不是短短二三十分钟能够说清楚的 如果是以学术标准来研究 那么可能还要分不同的时间 国家 不同的国情历史背景 而且每个研究者都有不同的结论 有好有坏 有前提条件 有适用范围 并且会一直争议不断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就是中国官员他们在说成就的时候 他只有一个理由 就是中国的GDP在高速发展 然后验证他各种模式的成功 这其实是一种伪推理 一种胡乱归因 是很难成立的 比如你打个比方 GDP增加了30年 高速增长30年 但是中国的比如说强奸幼女 官员包二奶 他的增长率也是高速增长了30年 食品中毒 毒疫苗 矿难 这些事故也是增加了若干倍 如果参照之前 中国模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那么就是说这些恶心的案件 也对中国的GDP高速增长 有很大贡献 这就很荒谬了 其实到底哪个因素有贡献 起码要有个控制变量 最好还能有个比较分析 最最好是有双盲试验 但是在社会实践这是不可能 再退一万步说 即使上述的检验都没有 起码你还有个常识 也就是起码上述所说的那些事 你都觉得是坏的 但是很多的事情在中国官员的口中 它虽然好像常识上是不对的 但是因为中国GDP增长了30年 所以它就变成对的了 一个起码的道理 一条路线是好是坏 你没有选择权 就根本体现不出它的供应价值 只不过现在 枪杆子B杆子在手 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而已 那是不是中国这种拧成一个拳头对外的发展模式 就没有漏洞呢 就真的给本国人带来很大的福利呢 其实远远不是这样 第一是造成了居民的福利损失 前面说过是理论上的 现实生活当中中国的东西也是越来越贵 无论是房子还是别的日用品消费品 价格越来越高 但是工资呢却并没有涨 而且环境也越来越差 生活质量越来越差 第二是政府主导发展的天然的软月素 高负债高污染 那么问题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爆发就非常可怕 其实现在全中国上下体制内外 甚至是90%以上的行业 人们普遍感觉到越来越累 加班很多很苦很忙 收入未必很高 但生活质量却比以前好像还有下降 所以最近发生的北京宣武区一个附属小学 校工在校内打孩子 这就是让人防不胜防 维稳经费只能让保安站在校门外拿着个大铁叉 好像很威武很安全的样子 但是校内的人你怎么也防不住他 精神哪一天失控 中国的现在楼市经济一片哀嚎 经济严冬是实实在在的在发生 如果这些都可以靠民族性里的对艰苦的忍耐程度 可以把这些灾难平摊到14亿每个人 但是像国家补贴监狱的产品 对外低价冲击 这两个其实同一种性质 他们对外国造成的不公平竞争 就有点像田济赛马 如果要应对呢 并不是没有办法 美国要应对这个 就像前些日子 这几天美国一家公司拒绝了 新疆教育营出产的一个备单 还是别的什么商品 虽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觉得很遗憾 但是这就是一个例子 要针对田济赛马 你就一定要分门别类 针锋相对 有过分补贴的 比如像中国的地铁列车 竞标美国四个州 因为价格非常低嘛 这里肯定是有国家补贴的部分 那么也有声音说 比如说这些地铁列车上有监控山羊头 可以监控美国人 但是像加入WTO 坚持这种公平贸易规则的国家 完全可以就这种过分补贴 向WTO申诉抵制 不用用别的理由 你就以它是超低价 倾销为由去抵制它 对于一些国家主导的 对战略产业的 比如说美国的油田 核电站啊电网啊等等 还有金融支付系统的收购 那可能 美国就会以一种国家安全 为由去抵制 像华为中心这样的信息产业 它本身就有 高度让人怀疑的 这个安全漏洞和后门 那么就也可以国家安全为由抵制 对于来自中国的黑客入侵 那么就最好能够追查到人 静止入境 远程通缉 寻求国际的司法协助 这就是贸易行为用贸易规则抵制 国家行为以国家行为抵制 违法行为以法律手段抵制 消除这种不公平竞争者 错峰竞争的机会 一旦认真起来 中国式的小聪明就没有用了 田击赛马其实就是一种 中国式的小聪明 如果那个齐宣王还是谁 给三种马都打上标签 那根本就不会有田击赛马这个故事 而小聪明耍到最后 不但没有用 对自己的损失反而更大 就像华为为了掩盖 对伊朗做生意而撒谎 结果闹出更大的风波 整个西方国家都在抵制华为 再加上中国的黑客攻击 拒不承认 结果增加了外界 对中国黑客网络产品漏洞的这个担心 那么其他的产品甚至地铁 都引人怀疑 如果这次贸易战没有达成协议 那么孟晚舟被引渡就是大概率事件 上次说可能会被释放 那是看了一些北美 一些小粉红网站的消息 也未经证实 我当然我说的时候本身也很怀疑 另外美国还可以提出信息壁垒 也是不公平贸易 虽然信息壁垒 就是简单的说互联网防火墙 这个东西事关中国的国家安全 大家都知道这是中国不可能答应的 但是你既然谈判 你可以把它放在谈判桌上 以换取其他领域的一些进步 我认为美国这次贸易谈判 即便要达成协议最低限度 也应该是知识产权保护 黑客攻击以及国家补贴对等这些领域 但是综合中国目前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形势 可能会做出大幅让步 其实已经做出了一些缓慢的 但是却没有 但是却在持续的让步 无论是进口农产品 还是强禁止强制技术转让 甚至都直接立法 中国的作风一向是这样 嘴上当然是不肯认输 但实际上会不断的往后退 所以对美国来说呢 既然贸易战是个持久战 那么慢慢来缓一缓 一是不要打乱美国自己经济发展的节奏 第二呢换到中国的立场来说 也不要指望几个月之内 就能让中国做出结构性的翻天覆地的改变 能够慢慢的一点点进步也是不错的 所以贸易战在中短期内 可能双方都以胜利的口吻 发表一个宣言 而达成一段协议 暂时告一段落 但是这种结构性不改革 那么结构性的不平衡就存在 双方的贸易摩擦就还没有结束 但是美国在整个长远的贸易战中的前景 并比中国要乐观的多 那是因为美国历史上在贸易战中就没有输过 这个呢就前听我下回分解 好我们这期就说到这儿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د 第一道